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给大家看 想要最近抽的半价五连 不错 抽到了一把双人战斧 可以拿去刮杀网 还有一把R93巨像和QLB06榴弹炮 一发五连炮了三个蓝色配方 已经很不错了 第二次运气比较差 只抽到一个新护甲的配方 这个重复了有点可惜呀 第三次半价五连 想的运气还不错 抽到一把羽战版的法西斯步枪 现在武器 护甲都有了 就缺一个六级护盾 要是抽到的话 那想要就可以全副武装了 之前系统送给我们一张捏脸卡 最近不是有很多小伙伴说 想看表妹长啥样吗 刀片想是发不了 毕竟表妹不同意 要是偷偷把赵云发上去的话 肯定要来做的 现在刚好有张捏脸卡 咱们可以现场捏一个表妹出来 大伙放心 想的技术赶赶的 绝对百分百方元 表妹留的是短话 这个最像了 眼睛要大了 然后再挖一点 毕竟表妹长得很有特色 但能看一眼 想忘都忘不了 没错 要快点这样才像 进去咱们就调到最宽了 真好看 眉毛沙拉再细微的调一下 最后再弄个樱桃小嘴 哇 简直完美 看来想的捏脸技术很到位嘛 表妹看到了肯定很开心 这件衣服不能突出表妹的脸 咱们换一套好看的 最喜欢九局小伙伴了 没想穿上去把表妹的优点遮住了 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 只有这件时装才能配得起表妹 以后小伙伴们就不用问小强表妹长啥样了 直接看我的游戏人物就好多方便呀 昨天想做研究任务的时候 发现一些高等级的地图经验给的特别多 差不多有120万左右 这样的话我们做完五个高级地图之后有600多万经验 但跑完了全部的地图 发现只有一个地图的奖励特别的丰富 今天在做任务才知道 原来只有现实研究才给这么多经验 这个的话是每天只能做一次的 小强想要采集零换的 但我能挖汉等级太低了 采集零换至少要九级 咱们现在才七级 还差四十多万的技能点 一天是根本赚不了这么多的 这任务只能放弃的 哎 部长有个想法 咱们回家拿两用稿符去扛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采集零换 好吧 采集工具等级比较低还是采集不到 看来今天的额外奖励是做不了了 120万经验就这么打水漂了 这波好亏呀 以前不该随便点技能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这里 我是翔 我们下次见 拜拜